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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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今日談 我是魏婷 美國軍方稱 在阿拉斯加防空識別區 發現兩架俄羅斯突九五轟炸機 和兩架中國轟六轟炸機 美方跟蹤並攔截 對此 中國國防部25號證實 中俄两军在白令海相关空域 进行了空中战略巡航 中俄联合空中巡航 执行了哪些任务 对两国空军协作能力有何意义 中俄两军在国际空域联合巡航 并未进入美国或加拿大空域 美方为何如此警惕 另外 美国国防部日前发布 2024北极战略 称北极对美国来说 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 中俄两国在北极活动日益频繁 美国要加强在北极的存在 美国北极战略为何扯上中国 美国在北极加强军事部署 会否在北极引发军事对抗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要请到军事专家 陈浩阳先生做分析解读 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 中俄军机在楚科齐海 白令海和太平洋北部海域上空 进行联合巡航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 两国飞机均按照国际法规定行动 没有侵犯他国领空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25号也表示 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 双方在白令海相关空域 组织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这是自2019年以来 两军组织的第八次空中战略巡航 进一步检验提升两国空军协作水平 深化两国战略关系和务实合作 此次行动不针对第三方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早前美国军方表示 在阿拉斯加的防空识别区 发现两架俄罗斯图95轰炸机 以及两架中国轰6轰炸机 随即跟踪并拦截 美军声明指出 中俄飞机均在国际空域飞行 没有进入美国或加拿大空域 因此不将此次事件视作威胁 北美防空司令部会继续监视 周边一带空域的行动 必要时采取行动 陈先生您好 我们看到这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俄罗斯是派出了两架图95轰炸机 中国派出了两架轰6轰炸机 中俄轰炸机编队的这个规模 您怎么来评估呢 有什么特点 很多朋友说好像数量不是特别多 俄方是两架图95战略轰炸机 中方是两架轰6 轰6的话严格意义上就是一个中型的轰炸机 那么加起来也就是四架而已 但是我们讲不能跟二战时候相比 比如说二战期间 同盟国对纳粹德国的千机大轰炸 一次轰炸机的编队出动的话 甚至可以达到上千架铺天盖地 那个是二战期间 都是扔的是铁炸弹凌空轰炸 但是现代战争你看 都是发射的是远程的精确制导的巡航导弹 一枚巡航导弹可以带常规弹头 也可以带核弹头 那么一枚巡航导弹如果带核弹头的话 那个破坏威力 毁伤威力 可能比二战期间一千架轰炸机 所带来的毁伤效果还要大 所以战略轰炸机的翅膀一动 只要飞到哪个地方的话 所带来的战略威慑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一架也好 两架也好 现在是四架 实际上它体现的是一个战略威慑能力 是一个我的轰炸机能够跑到你的家门口 这么一概念 而不在于数量的多少 关注到这也是自2019年以来 中俄两军组织的第八次空中战略巡航 飞行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这次中俄空中战略巡航 具体都执行了哪些任务呢 对于两国的空军协作水平 有什么样的意义 从目前来看的话 无论是俄方还是中方的轰炸机 似乎好像没有在机翼下面挂弹 土九五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机辅的弹舱 那么咱们出动的轰流的话 一般都是机翼带舱那个挂弹 机辅那个弹舱的话 一般装的都是常规的炸弹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一次飞行任务 跑到阿拉斯加附近的海空域的话 没有带弹 那么执行的是一个常规的战略巡航的 这么一个任务 但是简简单的一个战略巡航 它背后反映出来的战略信号 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说 刚才您提到了第一个叫中俄两军 中俄两国之间的战略协作 这个从政治层面上来说 可以体现出两国高度的战略互信和战略协作 战略轰炸机的协同巡航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 而且是你跑到的是美国阿拉斯加附近的海空域 那么我们讲以前中俄两国 已经搞过多次的战略巡航 包括空中的战略巡航 包括海上编队的巡航等等 海上编队到过阿拉斯加 但是空中编队 俄罗斯单方面去过 以前那个冷战期间 苏联也好 还是现在的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也好 经常跑到阿拉斯加 但是咱们没有去过 中俄两军的战略轰炸机 做协同编队的话 没有去过那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对外 对整个国际社会 对美方 他释放出来的战略巡航 或者战略压力的话 是非常强悍的 在这个政治上 估计美国人 他承受的压力会非常大 这是一个政治层面 第二个是军事层面 我们看到 其实这一次战略巡航 它背后所体现出来的 军事层面的作战形头 后勤保障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我们公开消息得到的是 巡航的时间是五小时 那么五小时的话 就是基本上按照咱们战略轰炸机 高压因素的飞行速度的话 就是大约是将近五千公里 实际上 从咱们中方的大陆海岸线 最近的到阿拉斯加 就是五千公里 那么这也很明显 实际上这已经超过了 咱们轰流的作战半径 或飞行距离等等 显然这一次我们的轰流 是从俄方控制的空军基地 然后起飞的 那么我们的轰炸机 要到俄方的空军基地起飞 这个后勤保障 这个战术协同 技术保障等等 甚至背后 还有没有其他的地面 空情 这样的保护和掩护 从专业技术的角度来说的话 后面是一大堆 我们看到的前面 是四架轰炸机 在阿拉斯加附近的 海空域进行飞行 背后地面可能有 大量的地勤的保障 甚至在那儿 还有那个俄方的 导航台的保障等等 空中或许还有加油机 所以它实际上 是一个整个的作战体系 在保障四架战略轰炸机 飞到那个地方 因此军事层面的话 又体现了两军 在作战层面 在战术协同方面的高度一致 这个对美方 同样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 您也提到了 中俄这次的空中战略巡航 是在白令海等 相关的空域进行的 为什么会选择这些地方呢 有什么样的考量 这个白令海峡 是北美大陆和欧亚大陆之间的 一个非常狭窄的海峡 这个海峡 又那个往东 就是美国的阿拉斯加州 阿拉斯加州 我们说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片不毛之地 从目前的经济啊 或人口啊 等方面的话 是美国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州 但是从冷战到现在 在战略对抗角度来看的话 阿拉斯加是美国 无论是对咱们 尤其是对苏联 俄罗斯的一个战略前沿 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战略防御 那个体系的组织 叫北美防空司令部 把加拿大也拉进来了 这个北美防空司令部 就是在阿拉斯加设置了大量的 前沿的包括的预警雷达 包括的空军基地 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美国作战性能最强的战斗机 是F22 引擎战斗机 它也是开辟了全球范围内 第五代引擎战斗机的先例 最先部署在哪里 不是部署在美国的东西海 而是部署在阿拉斯加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区是美国要防范 来自于苏联或者俄罗斯的 战略空袭 包括弹道导弹 包括战略轰炸机的最前沿 如果这个前沿 一旦被打开口子的话 整个北美上空的话 对于美国人来说的话 就是门户敞开 尽管战略轰炸机 飞到阿拉斯加附近 包括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 以前经常来 它发射巡航导弹 可能要打到美国本土 比如说东海 西海 距离还是非常远 但是一旦你阿拉斯加这块基地的话 不能确保安全的话 那也就是门户打开的概念 所以当战略轰炸机 飞到阿拉斯加附近 飞到白令海峡这块的附近 实际上就是一种预告 预告的话 就是你美国战略轰炸机 动不动可以跑到咱们 西太平洋地区 跑到咱们家门口来吗 对俄罗斯更过分 直接战略轰炸机B-52 在黑海方向 从罗马尼亚境内 前一阵美国的B-52战略轰炸机 都在罗马尼亚降落了 这个距离俄罗斯的本土 已经非常近了 在北边波罗的海 B-52战略轰炸机 飞到距离彼得堡 很近很近的距离上 所以这个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力 也非常的大 其实美国的经常把所谓的航行自由 或者是空中的飞行自由等等 也是经常不抵近咱们吗 那我们平时大家会经常说的话 扣渴望 无益渴望 那你能到我这来 我当然能到你这来 而且同样对你来说 是非常敏感的区域 目前有分析认为 说对中国空军来说 这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飞行任务 轰流轰炸机的这次行动 也显示了中国空军的远程作战能力 对此您怎么来解读呢 对 我们刚才前一个问题聊到了 就是实际上白脸海峡 阿拉斯加 你要是做海上编队的话 航行几天也就到了 但是空军来说不行 你中途也没有什么空军基地 可以做跳板 然后来进行飞行到那 从咱们的沿海线空军基地 飞到阿拉斯加附近的话 5000公里 而轰流轰流的最新型号 比如说轰流K轰流N 它的最大的飞行距离8000公里 那么一来一回你满打满算 你也不可能按4000公里飞 就算按4000公里飞的话 你到了4000公里里得折返了 是飞不到的 所以从技术角度来说的话 咱们这次轰流的飞行任务 出发的空军基地 肯定不是在咱们国家的境内 基本上可以推测的话 是在俄方 俄方那个远东地区的空军基地 进行起飞 这个实际上反映了两点 第一点 咱们的空军的远程机动作战能力 极大的提高 空军作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作战体系的保障 不是说我这家飞机加满油挂上弹 就能够起飞执行作战任务了 它涉及到你加油加电 然后飞行保障空情等一系列 非常非常复杂的 甚至前一阵还有一些网上的消息 也报道出来 说咱们的运20出现在 看家家半岛附近的 俄方的那个空军基地 那去哪里干什么的 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联想一下 可能就是为这一次轰流的飞行任务 做一些前期的技术保障 一架战略轰炸机 两架战略轰炸机去那飞 各种各样的地勤的技术维护 保障等等 尽管我们知道轰流的前身 是从当年苏联引进的图16 中型轰炸机改进的 但是现在俄罗斯已经完完全全 没有这个图16啊 这样的保障那个家户事了 而且咱们现在的洪流 跟当年的图16也是 完完全全不是一回事 技术先进程度的话 比实际上比个头更大的 这个俄方出动的图95 还要更加复杂 所以就必须得咱们自己的保障 那么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空军实际上是可以 在远离我方本土 远离我方空军基地的地方 来执行非常完善的综合保障 这个实际上就是在发出一个信号 或者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是我们空军已经不再是一个 国土防御型的空军了 而是攻防兼备的战略空军 随时可以在任何的距离上 对地方发起攻击 看到美军近期也是发声表示说 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 发现了中俄军机 美国和加拿大的战机 跟踪并且拦截了 中俄军机进入美方的防空识别区 这意味着什么呢 中俄在白领海相关的空域联合巡航 美国为什么会如此的紧张呢 这两个概念 第一个防空识别区 我们讲很多国家都设立防空识别区 当年咱们东海有设立了防空识别区 咱们在西太边上去 美国有 日本有 韩国有 各家都设防空识别区 防空识别区它不是一个主权概念 比如说我们主权概念的话 有领海领空 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 经济海上的那个经济权等等 防空识别区实际上是一个国家 为了确保自己的国土防空的安全 在一个较远的距离上画一条线 在这个线的话 它说如果有一些飞行物 进入到这边区域的话 我要进行识别 你对我构不构成威胁 然后呢是军用目标还是民用目标 它是一个单方面设置的 这么一个区域或者一道线 它没有任何的主权概念 所以说如果有一个国家的媒体炒作 说你们的飞行器 无人机 或者什么进入到我的防空识别区 这个从主权意义上来说 是没有任何的可炒作的概念的 那么美方现在说 你进入到我的防空识别区了 那美国包括还有其他的西方国家 进入咱们的沿海区 那都不是防空识别区了 甚至还要更近啊 这是一个防空识别区的炒作 第二个就是美方为什么那么紧张 不是因为防空识别区 而是因为的的确确对它 它认为已经构成了战略威胁 这个战略威胁的话 战略轰炸机是干什么 对敌方进行战略轰炸的 图95是俄方现在的主力战略轰炸机 然后再上面的话 就是图160百天鹅了 那个数量很少 图95是它的主力战略轰炸机 在大量大 航程非常远 当年曾经创造过 那个最远航程的世界记录啊等等 咱们的轰流别看个头小一点 但是它的技术比俄方的图95 还有更加先进 还有一条 现在中俄双方都是可以研发出 并且装备挂载高超音速导弹的 你像我们的那个洪流 洪流不仅高超音速导弹 而且还可以挂载空射的弹道导弹啊等等 也就意味着中俄两国的这个战略轰炸机 出现在百列海峡阿拉斯加附近的话 那不仅仅是阿拉斯加那个地区的 防空压力的问题 甚至整个北美大陆美国本土 遭遇到的那个防空压力啊 所以你说美国人能不紧张吗 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近日谈继续带您关注 美国防部发布 2024北极战略 歪曲中国北极政策 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新闻近日谈欢迎回来 美国防部22号发布新报告警告称 北极地区竞争加剧 中国与俄罗斯最近在北极地区商业和军事领域加强合作 美国国防部22号发布2024年北极战略 这是自2019年以来 美国国防部对北极地区战略的首次更新 北极战略称将扩大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军备能力和监视活动 这份报告长达18页 报告中提到 北极地区对美国而言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 美国国防部必须投入更多金费 升级用于北极地区的传感器 通信和雷达系统 确保北极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盲点 以跟上中国和俄罗斯的步伐 报告称 中俄两国在北极的活动日益频繁 报告还强调了 美国与加拿大等一些北约盟友加强合作的必要性 美国及其盟友计划到2030年 投入使用250多架 能够在北极地区执行行动的先进多用途战机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3号表示 美方歪曲解读中国的北极政策 无异于北极的和平稳定与合作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 我们一贯本着尊重合作 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 参与北极事务 与各方加强合作 致力于维护北极的和平稳定 促进北极的可持续发展 美方歪曲解读中国的北极政策 对中国依据国际法正常开展的 北极活动说三道四 无异于北极的和平稳定与合作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看到美国在2024北极战略 中是提到了北极地区对于美国而言 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 美国为什么会如此重视北极地区 战略意义您怎么来解读 我们就说战略意义吧 可以分三个层面 头一个层面资源的战略意义 第二个经济 尤其是在航行 那个国际航运的方面的那个战略意义 第三个就是军事价值的战略意义 首先是个资源的意义 那么从资源角度上来说 我们回顾人类历史 基本上大多数的战争 除了宗教啊 除了其他的一些争夺原因的话 大多数都集中在资源的争夺 有一些非常著名的著作的话 都是讲那个资源之战 你像中东的战乱 很多大家伙除了宗教的话 其实就是源自于那个地方产游嘛 所以资源的争夺是人类 那个不变的一个永恒的那个话题 现在全球范围内 各方面的资源都非常的短缺 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的增长啊等等 而北极地区是人类资源开发的 可以说是一块处理地 而且下面的资源还特别特别的丰富 各方面的资源 包括能源啊 包括矿产啊等等 那么就相当于一块巨大的肥肉 你说谁不想去啃一口 这就是第一个 美国肯定看着眼产 第二个啊 就是航运的价值 这个无论是对于美国 还是对于俄罗斯 包括咱们都是意义巨大 美国以前他发布过一个报告 说全球有16个战略通道 他必须要控制 比如说耳熟能详的 像苏西树英河呀 马六甲海峡呀 这美国人说了 这16个通道 那我美国必须要严格地控制起来 在我美国的掌控之下 就算他不是在美国的周边 跟他其实没什么大大关系 他也要掌控 为什么 控制了这些战略通道的话 他就可以控制全球 控制全世界 那么北极原来一片 那个冰盖覆盖 实际上它是人类交通啊 基本上是禁区 但是随着现在的地球变暖 然后呢 包括航行技术的不断地开发 破冰船的 广泛的运用啊等等 北极航道 现在越来越 那个体现出 它的前景来 那么对于俄罗斯 对于咱们来说 俄罗斯如果 这条北极航道 能够确保 通行那个无阻的话 那如果未来 有可能跟美国啊 西方啊发生 再高强度的对抗的话 俄罗斯其他的海运的话 基本上是 被西方完全封锁的 波罗的海不用说了 根本就出不去 然后呢 再跑其他地方也出不去 所以它要跟 比如说咱们啊 进行海上贸易的话 或者跟远东地区 进行海上贸易 北极航道 是一条相对安全的 不会遭到阻拦的航道 咱们也是啊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你说美国要不要去 去掌控这个北极地区 整个北平洋地区 实际上这是第二个 就是我们从经济活动啊 从国际航运的角度来说 第三个就是军事价值 从冷战期间到 一直到现在 整个北极冰盖下面 是美苏 现在是美俄 弹道导弹核潜艇的 主要的发射阵地 两年之前 俄方发布了一个视频 就在北极冰盖下面 三艘弹道导弹核潜艇 同时在相近距离 也就是几百米的距离上 同时上浮 然后击穿冰盖 然后上浮出来 这是非常高难度 它就是在向美国 发出一个非常强硬的战略 威慑的信号 北极冰盖下面 我的战略核潜艇 我的战略核打击力量 是非常安全的 对你可以随时实施打击 而北极冰盖下面 普通的反潜舰值 你到不了 上面全是冰 你怎么去呢 你只能通过下面的核潜艇 进行对抗 而这一块又是俄罗斯 包括以前的苏联 严密保护的堡垒区域 所以美国如果不能够 不能够对北冰洋进行 非常严密的控制的话 那么俄罗斯的战略 核反击力量 就像达默克利斯舰一样 永远悬在美国人的拿袋上 所以无论是从经济资源 还是从军事角度来说的话 对美国北冰洋 这块区域的话 它必须要控制 这就是它的战略意义 看到美国国防部呢 是表示说 会增加更多的经费 用于升级北极地区的 传感器通讯雷达等 相应的军事装备 我们还关注到 美国及其盟友计划到 2030年投入250多架 能够在北极执行任务的 先进多用途战机 美国此举您怎么来解读 因为美国人感到自己落后了 美国是世界的头号强国 在全球各个地方是横行马道 仗着是自己的美元霸权 仗着是自己 以十多艘航母为代表的军事力量 但是在北极地区 北冰洋地区 美国的能力其实非常的弱小 别看美国 它是北冰洋沿海的国家 阿拉斯加等等 但实际上 美国在整个北极 北冰洋地区的行动能力 是非常非常弱 在这方面俄罗斯最强 我们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俄罗斯是拥有 在北极地区进行航行的 破冰船数量最多的国家 而且俄罗斯的破冰船 个头大 好几万吨 而且还都是 而且都是核动力的 那么这些破冰船 是保障整个俄罗斯 在北极地区 能够畅行无阻 能够展开各种的 包括资源开发 包括军事行动等等 这样的重要保障 你没有破冰船 你是寸步难行 美国到现在为止 只有两条很小的破冰船 在那么大的北极地区的话 可以说是微乎起回 约等于零 这个方面 如果美国想在北极地区 跟俄罗斯搞抗衡的话 你光这一条你就不行 跟别人说其他的了 第二个 俄罗斯实际上在北极地区 北平洋地区 已经展开了很多年的部署工作 现在已经在北极地区 都有多个军事基地 这些军事基地的话 有常驻的部队 有导弹部队 那个反舰导弹 防空雷达 甚至还有战斗机的部署 美国也是同样 约等于零 所以包括美国的盟友 比如说加拿大 也是一个北极国家 比如说挪威啊 丹麦啊等等 加起来都不如俄罗斯 所以当北极地区的战略 意义现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美国说 我要去斩夺这片区域的话 他发现完全不是 俄罗斯的人的对手 那你怎么办呢 现在只能是给自己加码了 好的 今天感谢陈先生 精彩的解读与分析 同时也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新闻今日谈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